这老板也是个狠人啊 看到这个 用纯能工 这个一袋一袋的土给他 搞的这个糖吧 说实在的 不是一般的恒星 做不了这个事情啊 这个就是 印记了那句话 要做就给他做的最好 不做就不做啊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感觉挺好的 真棒啊 看来他这个产力进去的 感觉我们那边的猪亏不如 但还中均一点 磁壮竟然正好 没技术 也是白搭啊 还可以 其实 这个田打不打得无所谓了 已经有这么亮的田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个磁壮口 要是三个这种 甚至三个 三个这个皮肤感这种 一旦一个排水杆堵了渣子 还有两个可以 及时就是说 这样的话我们出 就算出雨门 你们出去一个月啊 家里面能照干 一样的不用担心说 涨水下雨这个啊 就算堵了一个这种排水口 它还是有两个人排水啊 它就算下大大雨 一个进水口啊 就是说横店 它这边做的有点好 它就是已经把那个进水量 它已经不管你下大大雨 它已经控制住了啊 所以说那个的话 倒可能是临时性的 它应该搞一个 嗯 搞一个五 七五的管吧 给控制的水量 永远就那么大 不管你下雨 不下雨都是七五的量 基本上就非常完美 这是阿姨他们来了 它下面 那个泡沫箱是长没了一个 泡沫箱子是长没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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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鱼里面了 我这你晓得啊 是为秋雨好 我这就没了 天龙我现在来 天龙送我 马上又给他投资了 哦 它是放在秋雨是吧 嗯 它秋雨 我没了 我已经放了泡沫箱下去了 我已经放了泡沫箱下去了 哦 秋雨已经放下去了 我先去 那应该那个是泡沫箱装泥丘过来的 泡沫箱啊 嗯 这个养秋雨应该 不怕跑 应该不怕跑 这里养鸡蛋过年啊 政府要不再去摸 朋友们回家了 看了 那个都觉得可以啊 原来那个是套养泥丘啊 它套养的泥丘 我不知道它刚刚忘记 看它底下这个防不防禄了 如果底下这个口子就要做 给它做好 要不然的话 泥丘它只是会往下 有种 还有那个进水口那边也要做防护 你就跟着这个水云 它会往上爬 电脑说一声 感觉可以 刚刚听这个老人家说 它在下面啊 这下面是条那个三连车的路啊 那就方便了 非常棒了啊 那天这个叔叔阿姨讲 呵呵 下面的田 都那个那个什么 很少慢慢的荒掉了 这么好的田 不过开样子还能撑个几年 这两块田好不好 好吧 然后还要种的少了 这两块田还有人再种啊 今后养的好 明年这边全部一块 扩建了 这样就方便了 对不对 这三连车往哪里进呢 往这里进呢 进不来 要稍微修一下啊 回家了 三天后可以给它送这个螺种来了 把这个水 让它晾晾三天 这样就好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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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